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接着我们要带您到云林湖尾 品尝拥有半世纪历史的古早冰 他用手工打浆制成的冰淇淋绵密好吃 包进酥脆的牛奶饼干里面 让不少的掏客都慕名而来 现在的老板是第三代 不只遵循着阿公的做法 还研发新口味和不同的包装 推出宅配 一个月最多卖五万颗 人气哄不让 天阳高照大口吃冰清凉消暑 牛奶夹心饼包进各种口味冰淇淋 传统好滋味 水果冰沙搭配绵腻冰淇淋 好吃不甜腻 如果我在吃我会觉得 外面有些会比较甜 像阿姨像那种在吃 它搭起来就不会啊 有我们海桶那时候的味道 就比较渣的 传统滋味吃进嘴里 就如同搭上时光隧道 回到那些年 因为开在云林府尾的这间冰店 拥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 藏上照片就是冰店的第一代传人 尽管现在已经传承三代 不过古早美味依旧不改变 从我阿公教我们的时候就是 以前教过都是 他都是找那种最上等的 纽西兰奶粉 仔细调配置冰原料 他是这间冰店的第三代老板 王诗涵 原本是越岭高薪的电子新柜 不过却因为老爸的一句话 给骗了回来 人家说我电子新柜 我说没有 我没有跪 哪里跪 对啊 对啊 其实我刚回来的第一天 我爸还是跟我抢着要装 他手根本没有怎么样 王诗涵说 要传承阿公的口味 就得延续阿公的做法 还有观念 他说 阿公常常分享 好吃没诀窍 只有料好实在 再来就是原料的调制 不能用机器 完全靠手工 我爸也是希望说 这个地方可以机械化 但是我阿公就是不要 对啊 他的小孩 他一直说你不要比拼大 王诗涵从小就窝在这个厨房 跟在阿公身边练功夫 不过传统和年轻世代碰在一起 却常常擦出带有火药味的火花 水瓢有没有 放这样 我只要稍微这样 他就不爽了 一定要放这样 你就按照 所有的角度都在一样 不过也因为阿公 这样龟毛的个性 让王家的冰品 延续数十年好滋味 王诗涵也学了一生好功夫 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 调制好的冰淇淋原料 送进制冰室 倒入机械搅拌开始制冰咯 原本液态的水经过搅拌 慢慢成型 不过早期制冰可没这么快活 我拿着这一根 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历史的 这个以前我妈都说 这个这支是拿来炒冰淇淋的 幸好现在有机器可以搅拌 节省不少时间 也让冰淇淋的口感更为绵密 接下来把做好的冰淇淋 包进两片牛奶饼干里头 经过方形的模子 没有几秒时间 好吃冰淇淋夹心饼就完成了 从调制原料到制冰和包装 不只看到第一代的坚持 还有新世代的改变 汪诗涵在过程中 努力维持阿公的古早味 还有不断在口味上求新求变 就想出一款就是把这个缩小 然后把它变得比较精致化这样 强烈的对比 就复古跟新潮我都有了 所以客人要什么都可以 小巧可爱的冰淇淋夹心饼 总共有六种口味 摆放在一起缤纷可爱 王世函说这构想 来自女生的彩妆盒 减少分量 减少糖分 深受女性朋友喜爱 我觉得它饼干也脆脆的 然后外面的话 就会觉得它的特别浓郁 它的那个冰比较浓 所以你特地从哪里来啊 台南 这个我才先研发一年 接受度是慢慢有在增加 都客群都不一样 有的人也会两种都定啊 对啊 所以表示我研发这个有成功啦 算OK啦 轻松地说出成功两个字 杰王世函耗费了好大的功夫 他说做事不辛苦 要说服上一代做出改变 那才辛苦 因为每次创新 总是逃不过家庭革命 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下去做 又会被他们就是反对 然后我就觉得都还没做 他们就反对 有点像被泼冷水 幸好爸妈这道墙 没有让他放弃一切 王世函不停研发新口味 再透过宅配把产品卖到全台湾 一个月就能卖出五万颗 没有这样的新的想法 我们现在的营业不会这样 就是他们觉得 不管我的工厂还是他的店 我们大家都是有在成长当中 就代表是我的方法成功是对的 拿出实际的成绩 证明自己 也让始终反对的爸妈终于认同他 王世函说 他会继续地努力 老公的兵 再加上自己的创新 延续下个半世纪